预计这是最靠谱的亨富20想象图。近20年来,中国一直在设计和制造用于对付美国B2远程隐形轰炸机的本国轰炸机。 中国国家媒体最近暗示,亨富20很快将进行试飞。 据美国新条旗报网站13日发布的题为中国,尚未披露的隐形轰炸机可能改变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务考量的报道称, 亨富20是中国空军正在实施的范围广泛的全面现代化和能力提升计划的一部分。 尽管对其参数知之甚少,但一些西方防务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新一代隐形轰炸机可能给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行动带来重大变化。 亨富20需跨越几乎整个太平洋作战,对于亨富20的存在,现在几乎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包括美国,日本和韩国在内,早已不再怀疑这项计划的存在与否。 一般认为,亨富20是中国为了打破美军的空击战略和威慑的不对等,而专门研发的具有类似B2A型战略轰炸机那样的高压音速隐身轰炸机。 可携带诸如长舰富20巡航飞弹执行跨越太平洋的战略威慑任务,中国需先解决亨富20空中加油问题。 当然,以现有的技术而言,中国要做到驶亨富20越过大半个太平洋,到夏威夷附近发射长舰富20巡航飞弹,就必须拥有大型远程空中加油机,而这以前是中国所严重缺乏的。 不过,近来,这个已经通过乌克兰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国通过采购俄罗斯的二手伊尔-76交流乌克兰改装成为加油机,已经开始训练为苏富30分之27,兼富11系列进行空中加油。 接下来,中国的伊尔-76空中加油机还将为坚负20,苏富35,亨富20提供加油训练,以使他们大幅增加作战航程。 远程护航问题应该已由坚负20解决了。 近期虽然有关机构严令禁止报道亨富20的细节,但是不管是国家媒体还是研发这种新机的单位,均似乎有些急不可耐, 正通过各种方式证明这一机型即将首飞,从种种迹象来看,预计亨富20的首飞时间会精心选择一个敏感的时间节点, 比如可对美国的战略自信造成一定影响的日子,就像坚负20的首飞是在美国时任国防部长访花时进行的那样, 全球共同期待早日揭开支撑盖部。 分析认为,没有任何人怀疑,中国轻力研发的亨富20是一款大国重器,是为中国空军执行洲际战略轰炸任务而研制的, 而这个矛头对准的目标又是尽人皆知的,所以中国在决定核实披露时特别慎重, 更何况如今又是中美经贸竞争进入敏感时刻之时,但毫无疑问, 亨富20的问世,必将彻底补上中国三位一体战略和威势最大的短板,从此改变世界的战略反图。 中国最新镭射武器真的了不起。 是美国的三倍,性能绝对大幅领先,在航展上公开展示意味注视出口型号, 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由中国航天三江集团有限公司研制的LW-30型雷射防御武器系统首次公开亮相, LW-30雷射战车的外形与美国波音公司研发的高能雷射系统机动型演示样机,LMD, 十分接近,均采用重型军卡底盘,搭载雷射武器方舱设计, 但不同的是两者搭载的雷射武器输出功率,中国产品是美国的三倍, 可一分钟对付十个目标,虽是科幻做作品但让人充满无限遐想。 曾记得很早就有传说认为,如果说在其他军事武器方面, 中国与美国早前普遍存在代差,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但在雷射武器领域,可能是中国唯一领先的地方。 据说在强雷射武器领域,中国的领先幅度较大,而且也是世界最先进的。 四十年前,一部山谷岛上的死光的科幻小说,后来拍成了电影, 曾令无数炎黄儿女热血澎湃,美国LMD雷射战车功率较低。 如今,中国终于赶大大方方把雷射武器神秘的幕布的一角掀开了。 这次在第十二届珠海航展上展示的LW-30雷射战车,是中国新型雷射武器的一个典型代表。 由此也可看出中国对这类武器的自信。 LW-30雷射战车的雷射发射功率可以达到30千瓦, 而美国公布的LMD雷射战车的功率仅为10千瓦,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 因此在性能上就差了几个数量级。LW-30的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很强。 中国的LW-30雷射战车可在6秒内迅速转换所攻击的目标, 可在25公里外摧毁目标或烧毁来袭飞弹的导引头。 能从所搭载的高机动车辆上进行360度的全向攻击,具有精确追踪和摧毁无人机,排击炮弹,火箭弹,战术飞弹弹头,轻型飞机和商用无人机的能力, 而且打击成本仅为6元人民币。 因此理论上只要搭载战车不吸火就能无限打击,中国雷射战车可轻易摧毁无人机。 被中国雷射武器摧毁的飞弹弹头。 分析认为,如果美国继续升级LMV雷射战车,那么中国肯定也在升级,而且中国的自用型号肯定功率更高, 所以这被美媒认为是可与美军雷射武器平起平坐的的中国尖端武器。 如果中国将这类武器投入到炮旅的装备序列中,那么,中国的要的和战略目标的保护将更严密, 但我们更期待,中国自用的LW-200%雷射战车能早日问世。 2018年11月11日,当中国人在各道电子购物平台上疯狂购物的时候, 珠海航展也从6号到现在悄无声息地结束。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晚了四天,2018年11月11日是中国空军成立69周年的重要时刻。 在这一天空军,不惜一切放出了本届航展最后的彩蛋。 根据观众在航展现场拍摄的一张大的高清地图, 肩负20在四飞机编队飞行模式下首次,给中国空军送上了69岁的生日礼物。 此外,在观众欣喜若狂的时候,还展示了同一场地在低空下的低速表现, 其中两架肩负20还顺势打开了弹舱。 一举发射的四枚P-15和两枚P-15空战飞弹,更让网民兴奋的是, 在这份包含四枚超市巨空对空飞弹的弹舱里, 两枚飞弹之间也有一个掉架接口,这意味住在4.2结构的后面, 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能换成6.2的模式。 有资深居迷说,就算是挂四枚P-15,也够了。 甚至有人偷偷地说,看完肩负20的表演之后, 再去看美国F-22的机动示范, 就没有原来那种令人惊异和羡慕的感觉了。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中国第一架J-20D-5代验证机在成都机场首次飞行时, 原定于7日第一次飞行,但由于天气原因,推迟到1月11日。 但飞行员认为,据士飞员李刚说,更愿意理解为迟来四天的惊喜。 回忆说,在下午1点11分刚,好凑成8个1,这对军,人而言意义非凡,坐在座舱里恍如,格式一般,只觉得信息在眼前,指控在纸边。 中国的J-20已经从J-8走过了一段痛苦的旅程, 但是尽管中国已经从一穷二百到完全有能力与美国的F-22竞争, 但一些人仍然说经负二十问题重重,至香港媒体南华早报11月8日报道, 一位消息人士透露,为中国新一代战斗机量身定做的J-20发动机没有按计划出现在航展上, 也就是说新的发动机没有通过军方的测试。 此外,据军方人士透露,在航空展上,J-20仍然使用俄罗斯供应的AL-31发动机来实现其机动性, 如果涡扇-15量产的话,可能会出现尴尬的局面。 到那时,中国可能需要向俄罗斯寻求帮助,继续购买AL-31发动机,以缓解其尴尬。 为了吸引国外网友的注意,媒体还说, 中国研制的涡扇-10B型太航发动机不符合J-20的全部性能特点, 实际上是第四代飞机和第三代战斗机的一种方向发展, 从而消除了进口发动机的依赖性。 不过任凭港没如何忽悠,外国表示这次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据国外网友表示,根据中国J-10BW-15矢量发动机操纵飞行性能的视频, 中国已经熟练掌握了矢量喷管技术,能够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取得突破。 这实在是太强大了,J-10眼镜蛇的动作实在太震撼了,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镜头能做出如此完美的动作。 据中国的资深军迷说,国内军迷甚至不相信这种不符合标准的忽悠, 可以肯定的是,局座一退休,战不局就废了, 如今的外国人不像过去那样那么好忽悠, 关键时刻还是要局座。